大夏天睡在房车里 大早上起来竟然被冻醒了 给你们看看车内的温度 只有20度 昨天晚上露营在这个火山口 早上起来竟然下起了小雨 天气也太冷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天气阴的这么厉害 太阳能板竟然还在充电 而且还有15岸的电流 本来想租个宇航服在这边拍几张照片的 但是今天下雨也就放弃了计划 起床洗水洗漱喝杯咖啡 今天继续向西出发 出发没多久 房车就遇到了今天的第一个蓝路湖 一个限高的桥洞子 虽然我的房车的高度是两米九八 限高二三米四 但还是小心谨慎一点 比较好 有很多人因为担心限高不敢买房车 其实路上遇见这种限高的情况下并不多 而且小心一点慢慢通行 实在不行就绕路 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麻烦 有经无险的平安通过 今天的路上依然是这种草原的景观 赶到太阳落山前把房车停到了呼和号特的体育馆 接下来的计划是走极其高速 然后走一下青甘大环线 接下来就不一定会在城市里住车了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次大采购 今天消费五百多 看看我们都买了多少东西 主要是一些比较容易储存放得住的 把冰箱塞满 估计够我们吃个半个月 然后带着小侄子来尝一尝当地的特色 平常就我们两个人自己出来旅行 多数时间都是自己做饭 一是比较省钱 再一个多数我们都吃过 但这次带了小朋友 尽可能的让他多体验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 那我来说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